大大龍蝦頭擺盤中四樣料理 鮑魚海蛇皮等就放在旁邊 這倒是熱炒店龍蝦拼盤 只要客人點八千到一萬元的半桌菜 十樣菜 其中一道就是他 但卻遭前員工指控業者用白蝦 偽裝成龍蝦 欺騙客人 臉書破文爆料寫下 熱炒店用龍蝦殼 白蝦肉 詐騙三重相親十四年 前員工甚至加碼爆料 每個殼放冷凍櫃 重複使用至少三到六個月 只要沒有客人咬壞或破壞 龍蝦頭殼會無限期的使用 實際到熱炒店也則拿出店內龍蝦澄清 沒這回事 講坦白可能就是餐飲界蟑螂吧 我們經營十四年了 老鼠 老虎不會分不清楚嘛 那白蝦和龍蝦 你們應該也不會吃不出來 龍蝦我們就是做活體 那賣完你就沒有了 除非有半桌我們預訂 其實除了半桌外 菜單上也可以看到 有白蝦和龍蝦料理都有 只是在地經營十四年 老闆反擊已經給前員工資遣費五萬元 但對方覺得不夠 獅子大開口要二十五萬元 我們正常在營業 我們不怕機場 我們不怕採訪 他能在後續動作 我也只能說我保慮 保留後面的法律追溯權 現場是建有龍蝦的食材 那未有案內混沖 就是食材的一個情況 遭前員工爆料以白蝦冒充龍蝦 衛生局和環保局等單位前往稽查 僅有食材為離地等缺失 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並沒有查獲白蝦混沖事實 下一集請問李文玉 盧佩宇 新北採訪報導